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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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就在这过程我就觉得 如果我是一个音乐剧 然后我能够把 把荣雅人士这件 哑巴这件事情放到戏剧里面 音乐剧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很有趣的 对 然后我就 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发想 我就想到说 有一个男人 他过世了 然后当他过世之后 他之前 他是没有办法说话的 可是当他过世之后 他的所有亲人 都来到他的身边 然后他突然灵魂出来了 他可以讲话了 可是却没有任何人 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对 于是他在这过程中 他以为他自己就是死掉了 他要去投胎了 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 突然就是那个警官 他就出来告诉大家说 事情另有稀巧 其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再重新审查 这个案件这样子 对 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 亚狗就开始去 他的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身边 然后开始去寻找到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就像是在拼图一样 开始拼凑出他怎么样死的样貌 其实我觉得有趣是 当他寻找到他的 最后他死亡的答案的时候 却不是他 那个整个故事的 整个故事的最后的终结 而是他找到答案之后 反而是让他更困扰的时候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必须要解决 好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 其实就是这个警官 出来跟大家说 这个命案现场怎么了 后面后半首就在说 嫌疑犯有谁谁谁 对不对 靖敦也是嫌疑犯之一吗 对 我演的是那个 亚狗的好朋友 然后他们就是 国小就认识 然后国小当然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 然后长大之后 他们就一起进一个法廊 但是其实亚狗才是 真正的老板 但是这个朋友呢 就是我本人 合伙人 其实是略有私心 对 他其实有想要去 前进大陆 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他就 他们虽然是很 某种程度很好的革命伙伴 可是他其实内心 也有自己的欲望 所以其实他也有 某种合理的动机 去成为一个 嫌伴这样子 对 那我自己蛮喜欢 这里面的冲突就是 明明是一起 长大的好朋友 可是长大 现实都不一样了 对 那个友情 可能也变直了 是 对 那你到底要怎么 天涉到钱的时候 又更麻烦 对啊 然后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在这里面 我这次演这个角色 还蛮爽的啦 但是写了一个 因为他除了友情之外 我里面还有一个未婚妻 叫花花 然后他跟他之间的感情戏 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部分 这样 所以这次算是 自己当导演之外 演到两个不同的面向的角色 我觉得还蛮好的 很开心的 对 这个戏当然它是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音乐旋疑推理剧 但我知道你创作这个戏 其实还是有跟你的人生有点关系 对不对 只要写这树戏之前 是因为我之前有写 《梅惠行男》 然后《梅惠行男》里面 他讲的是那个厨师 跟他的妈妈的故事 那中间其实 我有安插一条线 是哥哥的这条线 对 但是其实他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然后那是因为 在我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哥他就是离开我们 然后那时候 他的离开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谜 一个问号 它是一个问号这样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 我跟我姐就知道 我们在我爸妈面前 我们是不要提起我哥的 然后在 我妈跟我爸爸他们 在我面前也不会提起我哥 因为他们会知道 这件事情提起来 家里就会 瞬间临结这样子 然后所以 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了 过去了 我们都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在心里其实都会有一个问号 就是 哥哥他是怎么离开的 他为什么离开 他是意外的 或是怎么样离开的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问号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思考到说 已经过这么久 像可能我爷爷啦 我奶奶啦 或是我的亲人 或是我哥哥 他们最后离开之后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他们的灵魂到底走到哪里去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在 有一次我就工作回家很累很累 然后我觉得每次回家 然后最舒服的一件事就是 开始冲热水澡 开始洗澡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放松 那时候我就觉得 感觉好像有人在拍拍我的背 告诉我说可以放松 然后不要紧张 不要担心 对 然后所以我就突然觉得 会不会其实人死掉之后 灵魂湿到大海里面 然后人死掉之后 最后他是不是变成了水 那是不是这些 我的亲人 他们其实都在我的身边 然后他只是这样拍拍我的肩膀说 好啦今天很累 好放松放松 疗愈 不要紧张这样子 然后突然我就觉得 我想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 然后他也许是一个放下 也许是一个原谅 也许是一个告诉我 灵魂到了哪里的一个解答 对我自己来说 然后就写出的 雅果男人这出戏这样子 好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 做好 这一次的合作 其实跟以前很不一样 像我们上一次看 想象的孩子 静敦是导演 云锐是演员 这一次你们两个刚好反过来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这样子的合作 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对 爱恨情愁 爱恨情愁 其实你只要身份互换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当初 我们是怎么样在看待彼此这样 因为比如说 我自己在做那个导演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 就是我在做导演的时候 我对角色当然有想象 他对角色也有想象 所以有时候就是 他可能想先续次他的流动 在想象的孩子的时候 对对对 但可能我就会忍不住的 不小心那个打断他 你可以先试一下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然后两边就来看一下 我们彼此的活化 怎么 你丢你的 我丢我的 能不能生出第三种 对 各自的创意 哪一种可以work 对对对 但像我本身身为一个控制狂 他绝对是控制狂 非常控制狂 所以他刚刚口气 可能不是这样 你要不要试试看 不是 其实是 你就试试看这样 这样 没有他根本就是会直接打断 就是完全不听我 不让我试直接就开始来 对对对对 对没有错 还有后半趴 对 那换过来之后呢 发现一样的问题 也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对 比如说 因为这两个戏刚好排练期 是重叠的 对 所以中间反 常常是这样反来反去这样 对对对 甚至有交错 对 可能今天排孩子 明天就排牙狗这样 对 然后我觉得有趣的就是 那个立场反过来的时候 会突然有一个感同声 就是原来是这样 可能下次排练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可以再更体贴温柔一点这样 在静蹲的诠释里面 感觉上是一个互相体谅的过程 云睿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诠释 好 来来来 那关系啊 来来 刷刷 没有啦 其实应该是 我在他做表演的时候 其实当他当导演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是 他是一个控制狂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他对他的文字 是非常有感觉的 很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他对他的语言节奏 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他属属是诗人 我觉得在他们的血液里面 应该都有遗传到这一点 就是他对他的文字 是非常的注重的 而且他的文字的节奏 其实都是写在他要给角色的 一些性格上面 所以我觉得在跟他工作的时候 虽然一开始我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把我绑住 连我要讲话都要把我困住 可是等到你开始慢慢的 进到他的语言节奏的框框里面的时候 你会知道 他原来他这么写 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不想要让你在表演的时候 在整出戏的过程里面 有多余的牌子 有浪费的牌子 或是不让那个角色 有其他不精彩的地方 他要在最精彩的时候 就结束了他 对 但是我跟他反而相反 我想要看到演员的特色 好 现在就包你吧 现在我想 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音乐剧 他很有趣是 我想要先看到演员 你到底个性本身是什么东西 因为唱歌这件事情 我觉得除了技巧之外 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的个性很鲜明的话 其实你在台上 就已经有50分了 对 我觉得他就已经50分了 所以如果当你能够 很个性鲜明的角色 很鲜明的在台上 那反而你之后的表演 再加进来 他就会 分数就会很高 而且会很好看 我就会看到一个 很有自信的人在上面 因为他也许跟戏剧不大一样 是也许我戏剧要看到 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在台 这一个角色在台上 然后他发生了故事 可是因为音乐剧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商业的一个表演剧种 所以如果我能够 找到那个演员的特色 找到那个人的特色在哪里 就这样是我可能 在这出戏里面 我在找的是 这个人他有没有 异于常人的一些 特别的敏感 或是特别的哪一个 哪一个氛围 让他站上去 观众就会喜欢他的一个特质 我希望找到他那个东西 然后让他可以上去之后 再加上角色 他会变得更好看 对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音乐是你的强项 我们这一次音乐剧里面 有二十几首歌都是你创作的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听到那首歌 其实也是允锐的声音 对 这首歌的创作其实也还蛮特别 对不对 这是我们那时候刚好在 在圆环那边 然后就突然间遇到了一家 很特别的咖啡馆 他是侦探书屋 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写这出戏 牙狗男人 然后这出戏 他又很有那个悬疑的氛围 那我就特别就是很假白的 把自己关到那里面去这样子 然后就想说 那我就是有那个氛围 然后就是找一些文字 然后来看 来看到底他们那些推理 都怎么推理的 然后就把效法他们 就是推理的那个过程 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慢慢 就是有点抽丝剥茧的 然后在寻找案情的这样子的感觉 你自己只唱一首吗 这经过美味情难之后 我们都知道你超会唱的 超会唱到 大家觉得你应该可以开个演唱会之类的 所以你这次应该不是只唱一首 对不对 这一次里面有两首 这景观他有两首 其实这景观他在里面 他是不会出现的 他在这首期他都不会出现 他就只有声音 他就只有声音而已 就是类似上帝的声音 把自己讲成上帝 然后他其实他的出来 就是要告诉观众说 其实这故事他有一个转折 他有一个转折点这样子 然后他里面还有唱一首歌叫做戴神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找一个台湾 大家只要一唱出来 大家都非常有印象的一个旋律 然后来写这首歌 然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 自己觉得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就都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然后这首歌他是大概是长这样 因为那时候是亚狗 他以为他自己死掉了 然后他要去投胎了 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故事到这里应该是一个终结 一个结束了 可是警官声音就突然出现 他告诉大家说 先别故障 先别落泪 故事还没 祷告终点 高潮真要开始上演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 做好 大家听到这旋律 就是树然起敬 是 可是就是因为他的 他这个旋律会让他觉得 我们应该要力争这样 可是他这个歌词会让他觉得 哇哟 这感觉 我就觉得那个冲突感 是我喜欢的 好好好 我们刚刚听允锐唱 其实就是不过瘾嘛 对 就是为了公平起见 请问静敦 你在这里面唱什么 我在这里面其实 有唱的歌都跟牙狗有关 就是一个是形容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另一首歌是我跟他 我做了什么样对不起他的事 然后最后一首是我跟这首 应该是这出戏里面唯一的男男对唱 对就是我跟主角对唱 然后就是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种彼此的和解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你不要逃避啊 所以你唱什么 唱首歌 好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来唱 在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唱过的 那个就是形容牙狗的那首歌 对 因为牙狗其实很特别 牠就是默默不讲话 然后但是在牙眼中 其实很多事情 牠都看得很清楚 这样子 对对 他在你面前唱歌 真的是不是紧张 好 好 有一种人 总在人群中被讨论 每一个人像是信徒围绕那个人 特别像是小的时候 小孩总是喜欢排挤别人 那个坐在教室角落的人 差不多是这样 他在角落 然后他好像他都默不作声 看着每一个人 然后每个人对他来说都很特别 后面就会说 可是其实他后来就被其他小朋友欺负 被排挤 对 他却没有办法说话去还击这样 但也因为这样他就建立起了跟我这个角色 亦成 两个人很特别的连结 友谊这样 这首歌这些歌其实都是梁允锐的作品 然后交给别人唱 就我们还是问一下原创作者 你觉得如何 他昨天跟我讲说他好到和题边 然后练唱了一整个晚上 还是给他鼓励一下好了 为什么要跑去和题店 因为在家里就是怕打扰到邻居 怕工还没练成之前 会跟小朋友练小提琴一样 就是一开始就是会很黑的一个小朋友 可不是有人敲墙壁 你去和题店应该也会吓到那个 跑步的人 主持人是用吓到 怎么了 主持人是用吓到 我注意到了 他们会吓到这个自己 还是其实他们是坐在旁边觉得 哇好好听然后就不跑了坐下来 他去唱可能会有这个效果 但因为唱他的歌真的就是压力会蛮大的 是因为就是我听过他原创者 他唱是怎么样 但就是都就会知道这首歌 就会做到最好是什么 然后就会知道我跟他的距离这样 所以就会要很努力的追这样 好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看导演说了 就是之后说不定去和题跑步的人 是每天会期待 我跑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会听到一个男人迷人的歌声 对 对 这故事其实最后是告诉你说 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原谅回去放下 对 你怎么样原谅自己做错这些事情 那你把它放下之后 你怎么样往前走 其实亚狗男人它是一个音乐悬疑剧 但是我们刚刚也听到允锐说了这个戏 你最想要谈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你觉得在你的想象当中 所以最后这些灵魂去了哪里呢 那时候我给自己一个答案 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些人 他们最后 最后他们去的地方 其实他们去到了大海 其实那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你不孤单 因为我如果我知道我离开了 我走了之后 我不是去一个黑暗的地方 我看不到人的地方 对 而是我在大海 对 我可以躺在那里 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 旁边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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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怎么有点可怕 有好多好多成天上意的灵魂 他们在我周围 然后这样靠着你 然后只是他们可能不说话 对 然后就看着星星 看着太阳 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讲 对于死亡这件事情 就不害怕了 就比较没有这么觉得恐惧跟可怕了 有时候其实好好告别也是一个 给生者的一种心灵上的抚慰 就我知道他好好的 只是跟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 对 在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那时候有在看西藏生死书 然后他里面其实整本书 他就是告诉你 死亡跟死者的道别 跟活着的人该怎么做 对 那其实这整部戏 他到最后 他其实到最后的感觉 也许我们是悬疑 也许我们可能在讲了一个人死掉 也许我们会觉得他很枯叫乏味 但其实他故事到后面的时候 他其实真的要告诉别人是 如果我活着的人 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活着 或是我们做很多事情 我们心里面有时候都会知道 我们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对的 对 并不是绝对是我们道德上所谓是对的 对 他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是错的 对 但是你还是要 让自己好好活下来啊 那该怎么办 对 这故事其实最后是告诉你说 那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能够原谅 或是放下 你怎么样原谅自己 做错这些事情 那你把它放下之后 你怎么样往前走 另外一个结局是给我们不知道 另外世界的人 当他们真的离开之后 他们会不会害怕 我就是猜想着 他们会不会也害怕 自己真的要离开到那个世界 那他们去了之后 因为你看如果你说我现在 从高雄搬到台北 也会想说我会不会 习惯这个地方 就像搬家一样 他可能觉得 我要从活着的时候 搬到死掉的时候 我会不会觉得紧张 但如果他只是想是 对 就像搬家一样 也许我在这边住两三个月 我就习惯了 我就可以去save买东西了 对对对对 我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好的生活圈 也不一定 对 其实跟他工作这出戏 虽然刚刚前面讲 那个角色互换 然后有趣的东西 可是其实认真讲 就是我觉得他很会引导演员 找到那个角色的核心价值 对因为比如说 他刚刚讲的是大的概念 可是每个角色 有自己的核心价值 然后比如说逸臣 这个角色 他面对的相通是什么 那在音乐结构里面 虽然已经很完整了 但他就会用各种不同的练习 然后让你放松 然后卸掉你所有演戏的武器 对 对因为演久了 演员都有自己的路嘛 他会把那个路磨掉 是 然后给你一条更诚实的道路 对 然后所以其实演他的时候 是我在 因为在戏里面有时候 演员的感动 会是知道这个角色该去那边了 可是演他的戏不会 很自然的 什么都不用想 跟着台词 跟着歌声走 然后他 那个东西会自己来找你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他在创作上很细腻 展现在他的音乐 也展现在他跟演员工作的方式上面 很学不来的 很厉害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靖敦有觉得这个角色 在戏里面找到他的出口吗 看到靖敦 我都会很想要问他 靖敦这个戏 最后所有角色有找到出口吗 像想象的孩子那样 你觉得在这个 这个牙狗男人里面 你演的这个男人 他最后有释怀了吗 好好告别了吗 或者是 对 我觉得算是有 可是因为其实 在戏里面 当然他并不是一个 灵异人士 同灵人士 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办法 真的去跟已经死去的牙狗沟通 所以其实在里面 即使有对唱 那也是来自于他的想象 所以那个出口 是来自于他选择 我要用我想要的方式 继续活下去 他里面提到说 可能面对牙狗 他会有愧疚 可能有遗憾 可能会觉得很抱歉 但是 就像他讲到的原谅放下 那试者一矣 那来者可追 对 所以我要怎么继续去过我的生活 那是我所面对的 那这里面这个角色 他最后选择的是 我要继续好好生活 那对我来讲 他也许问题没有被解决 对 关系也许没有被解决 但他选择了我要往下走 那我觉得他就找到了 他继续活下去的某种价值 所以我觉得是有的 最初戏 其实每个人都还是有 最后找到自己 那一块小小的天地 对 好 听说牙狗男人票房非常好 已经卖光了 所以我们要代替观众 跟两位说导演加演 好不好 制作人 加演 加演 我们很希望他能够再加演 但是是场地跟时间 对 就是看明年有没有办法 对 第六年有没有办法加演 好戏就是总是还是希望他可以 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 对 希望可以 祝两位演出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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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